警方賀強實彈戒備 所有經過安檢站的車輛 都被仔細搜查 這裡是金正恩 可能要入住的瑞吉酒店 現場氣氛相當緊繃 我們看到附近公車站 已經全面封鎖 民眾沒有辦法搭公車 另外在這個馬路上面 也依賴了劇情的石塊 把路給封住 警車也擋在路口 就是要對這個飯店附近周遭 來進行維安加強 為了川經會維安 不少道路都被封鎖 加上大陣仗的警力 以及媒體採訪團 看在新加坡人眼裡 反應很兩極 我會避免來到這邊 因為這邊就是會塞車 對 一定塞車的 國際上認識 我覺得是一個好處 這間以前習近平 住這邊跟馬英九 所以他們都可能 覺得這邊很安全 以安全住車的新加坡 飯店接待重要外賓經驗 也相當豐富 下去捷言瑞吉酒店 走精緻昇華路線 習近平住過了總統套房 預料金正恩也將入住 105坪的空間配有超大陽台 可眺望新加坡美景 住一碗要價台幣22.3萬 至於香格里拉酒店 1971年就落成 屬於新國老字號的五星飯店 曾經舉辦過 馬錫會等重要國際會議 而川普要入住的 最高級香格里拉套房 設有獨立電梯101坪 一碗房價 約台幣18.5萬 如今兩家酒店都做好各項準備 要迎接川金這兩大重要貴賓的 大賈光臨 記者綜合報導 媽新說明 祝gee 最初 昔 責任 設有